大家好 又是向左往的節目時間 大家看著世界盃之餘 其實都不要忘記現在香港政壇發生的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6月23號 政府就會將這個政制方案 把勢立法會通過 其實很多人都會關注到一件事 就是究竟在泛民主派的陣營裏面 特別在民主當特陣營裏面 會不會最終會倒戈雙向 是支持這個政改方案 令到政改方案最終獲得通過呢 當然其實在這幾個禮拜裏面 其實在泛民不同陣營 其實關於就是說 譬如說普通的定義 我們上一集都已經講了很多 然後如果你說是某程度上 就是說泛民主派某些人要讓步 希望能夠先接受一個比較不好的安排 再等一段時間再跟中央砌 這些論述 究竟在今時今日 這個政治現況來說 究竟是一種務實的做法 還是一種愚蠢的一種 自欺欺人的一種想鬥呢 其實我想長毛作為一個局內人 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其實很簡單 我首先舉一個例子 凡是政治力量 政黨運動都好 他一定會有機會妥協 甚至是很重大的妥協 但這個建基於危級存亡之秋 這個例子 托洛茲基那時在俄國1905年革命 他是這個彼得格勒的蘇維埃主席 蘇維埃在俄國人來說 叫做議會 會議 因為他們的議會叫做杜馬 Duma 蘇維埃就是普通人開的會 這個蘇維埃 這個自用了之後 因為普通人覺得自己在開會而已 他不斷去議會 當時的蘇維埃奪了權之後 被這個沙俄的軍隊包圍了 托洛茲基是一個蘇維埃的主席 他是作了一樣步的 就是說 你可以入城 但是你不可以抽到選帳 否則我一定會抵抗 就是這麼簡單 圍城的時候 就好像沙俠一樣 當然後來是 這個團結做了 進來他也有抓一些人去坐牢 六四也有 到了這個六月四日早上 侯德健在這個廣場那裡問人投票 李陸那些 撤還是不撤 沒有一步要決的 說聲大了 黑了 關燈 他們兩個當機立斷 不想進來殺六四傷 他說好 大家主張撤 那就跟軍隊談判 你怎樣撤 當然後來 有些報道就是 這些軍隊不守信約 就是說他們不會在背後開槍 他們只會用炭克和軍隊趕走 後來沒有做到 比如說有人亂槍掃射 或者是炭克壓死人 這些到底是不是這樣 有傳言說是有傳言說不是 我們姑且 不會討論這個問題 都是會妥協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兵臨成下了 明白嗎 有人不妥協的 因為對方不妥協嘛 好像阿倫帝 就是哲古華拉那個老友 他這個1973年智利政變 他是一個民選的總統 這個由CIA策動的軍人 圍著那個總統府 總統公 他不投降 因為覺得投降已經沒有意思了 沒有得保存實力 是不是 他寧願死 他自己的選擇寧願死 他沒有叫作死 他自己死 還有他一樣志向的人 戰死 巴黎公社的牆 巴黎公社的牆 這個普魯士的軍隊 把巴黎公社 最後那批人趕到公社牆之前 他們不肯投降 對方也不會讓他投降 就殺了他 OK 現在民主黨是不是危急存亡呢 是不是明天戒嚴呢 是不是因為 如果我們不答應那個方案 就立刻立23條呢 是不是因為我們不答應那個方案 連立法會都不要呢 他是誇大敵情 這個共產黨一向都是誇大 所以這樣要出動駕駛軍 你要負責 這個嚇人嘛 這個民主黨做一個妥協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危急存亡 對他來講那個危急存亡 不是對香港整個社會的危急存亡 就是1969年 將近20年 如果到了2012年 就是21年了 好了 到了2012年 就是21年了 香港出生的孩子 都已經夠了投票年齡過三年 所以他在2005年 那時候被建制派加上民憲那群人 那時候把民主派叫做反對派 說他們阻止寸進 他們不敢爭辯 因為如果真的沒有改到五步曲 根據附件二是由立法會提出來 三分二通過之後 然後告訴特首聽 特首看了之後再報給中央三步曲的話 不存在著我們否決他 存在的就是中共否決我們 偷換概念由三步加到五步 最獨立的就是兩點 第一個就是中共完全操控的過程 第二個就是把責任交給我們 因為是他提出來我們否決 如果是根據附件二的 就是我們提出來他否決 OK 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民主黨絲老兵疲 又蒙獸著對方的空間 他自己的群眾有一部分是保守的群眾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歷年以來 已經積累了大部分的保守 他自己的黨 好了 現在要回應這個問題 所以就覺得他是危級存亡之秋 但問題就是 他需要不需要還一個道歉給民建聯 因為民建聯一早在2004年說 先收貨吧 慢慢爭取吧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跟劉剛說 這個競選的時候 他又說 喂 我說你怎樣 我們冒實的 我什麼叫冒實的 我聽中央說的 現在民主黨未至於這樣說 但已經很近了 因為他就是說 如果中央不讓你說 你說什麼都是浪費 示威 遊行 集會 公投 都是浪費的 他現在的角度就說 他現在要爭這個方案 這個就叫做投懷送抱 因為對方未給一個方案 對方有一個懷的方案 大家爭時白時 你自己主動拿一個所謂折衝方案 其實就是將那五席 他們政府建議新增的那五席區域 即間選的議員的方法改變 就是說區議員提名 這個全港市民選 是說他自己度身訂做 因為他足夠區議員提名 公社兩黨不夠足夠區議員提名 是不是 那由他們去選 他覺得泛民還是六四比 OK 這個樣步 是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或者解決他自己 在旗下去保守群眾的問題 你想一下 由五區公投到現在 已經有十一個月 就是開始說的 如果民主黨其諸於一年 去對他的選民做這個思想的教育 今天不會這樣成這樣 今天不會受他們製造出來的保守民意所反制 所以現在他正在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危級傳媒也者 是民主黨 及他旗下卵翼的 或者由他代表的 法民主派議員的利益 好像梁耀忠 每天都說街坊 說五區公投浪費錢 很明顯他街坊就說了 算數啦 梁耀忠拿什麼 我選你出來也不是討厭普選 幫我通一下渠啦 是不是 等候董建華法樂 選他出來再說董建華法樂 你也要洗錢選他嗎 是不是 輿論做到啦 這些事情 都是靠輿論 是不是 所以其實很簡單 整個關鍵 民主黨的讓步之所以不必要 是因為他不讓步 是不會令到整個民主運動 造成一個永恆的創傷 或者是由於這個滴我懸殊 而不得不屈服來保存實力 他沒有這樣的 他是保存自己的實力 那就是說其實很大的程度上 如果你說泛民主派裡面 特別是民主黨 他這個所謂的讓步 其實都是一個自身 或者一個很自私的考慮 人當然是複雜啦 他是不是已經覺得 他的生存 對於民主運動的生存 他就是等於民主運動呢 我不知道 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心理遊戲 等於我說曾 他現在不停地做這個 拿貓子各種動作 其實已經去看心理醫生了 好 我下一節講這個心理的問題 好 下一節我們繼續待會見